而且我必須要講 這個如果真的重啟福茂 對臺灣的年輕人影響最大 為什麼說對臺灣的年輕人影響最大 因為我剛剛說的 高階的人才 有可能中共 不管你有沒有這個價值 他都會花很多的錢 把你聘請過去 你懂得影響也沒關係 但是他讓中國的低階的勞工來臺灣 我想想看這樣子我們臺灣的年輕人 你有機會有工作嗎 而且如果簽了之後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他們中國在一帶一路是怎麼吃其他國家的 我跟你講他開放了那麼多 我舉一個就好了 跟大家息息相關的洗衣店就好了 他可以特價五年都跟你特價都對折 他不用賺錢沒關係 那我們臺灣的所有企業是怎麼辦 都沒有 而且他只要有六百萬的臺幣 就可以有三個人來臺灣長期居住 長期居住 對不對他想盡辦法來取得臺灣的身份證之後 我跟你講二十年之後 我跟你講臺灣不要說選總統 縣市長一定都是共產黨支持的人當選 因為他只要多個兩百萬人在臺灣 就可以影響臺灣的選舉 這就是他簽這個服帽最大最大的目的 我們看到了柯文哲滿口謊話 真的我不客氣地講他比侯友宜可怕一百倍 比侯友宜可怕一百倍 可怕一百倍 我很重要所以連講三次 完全同意 少廷 我第一次看到 人家說不孝的人 柯友宜說不孝不孝也趴了一輪 說一下說 太陽從東邊出來 那總是對嘛 不會講錯 雖然說 講的是對的也比較空洞 大家都知道就不用說 那至少他 這個還好 太陽從東邊出來 不是 謊話連篇 你政治部這麼久 第一次看到很多人 所以你在黑路 柯友宜高義 我不是黑路 柯友宜高義 我說劉家昌說他是 草包 草包是空 這個交往是騙 所以也是這樣賣蝦友宜 我不是麻衣 我是說劉家昌批評他 我先講啦 用狗 講了這麼多 其實觀眾朋友聽了 都很清楚 人家說謊要打草稿 那這個草稿 這二零一四年就 那稿已經在那邊了 他二零二三年經過這個九年的時空 你也要回去先把那個草稿再先 表示他智商不是一五七 因為他忘記了當年的事 他一個智商一五七的人 不會忘記當年的事 我我一定會找時間把他一五七是假的告訴大家 因為不能忘記這樣 我是學特殊教育 我是台北師專特殊教育畢業 是是是 所以智力測驗 我比柯文哲懂一百倍 懂一千倍 我知道他一五七是假的 我前天講給人家聽過 連心理系的教授都說 你的分析是對的 我哪一天分析給大家聽 學教育應該很清楚 我是學特殊教育 還不是一般的 我是學特殊教育 那柯文哲 假的啦 不然竟然他自己辭職了 他都忘記了 表情頭髮不太好嘛 不過話講回來 他既然要選這個大位 他應該要把這件事講清楚 即使他說了一個謊 就是二零一四年的事 他說謊了 但他現在很主席 他要跟台灣人說清楚 福茂這件事情 你到底你的自己的決定是什麼 還是像他現在在講的 在打擦邊球 他是你是真的反黑箱 還是你要反福茂 還是你要贊成福茂 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這樣講 我們就先討論 主體性福茂這個東西 那這個用個人性很清楚 其實大陸 日本 美國 這上次台灣 對外貿易的前三大國家 最大現在應該是大陸 第二是美國 第三是日本 那我們跟美國跟日本都有在講 所謂的自由貿易協定 那你現在回來跟中國大陸好了 我們現在是有 ECFA ECFA其實就是講 就講就是貨貌 那福茂十年前沒有談 現在如果要談 你到底柯文哲 你作為一個競選總統的 你贊成還是不贊成 國民黨很負責 我們贊成談福茂 因為我認為說 這個東西在一個這麼大的一個貿易 大家的互動的國家裡面 你不可能沒有嘛 其實我說個很有趣的 我昨天才查了一個資料 我們現在ECFA裡面就有特殊服務業 這過期已經七年裡面 其實我們的政府一定 准大陸八十幾項 他們對服務業的申請 其實說到這裡我給你插一句話 是 ECFA 為什麼叫做ECFA 那個F是什麼意思 一個framework 所以叫ECFA 所以它是一個架構 所以那八十幾項叫做早收清 但是中國在那個時候 要幫助國民黨 當然要因為國民黨執政 所以他刻意放出了 放在裡面 放在那個早收清單裡面 一個利益 但是養套沙在最近的農產品 大家看到了 所以其實我要講 為什麼 因為還有當時沒有簽 所以我們這七年 我們的國民所得能夠大幅成長 超過日本 超過韓國 現在韓國 韓國本來跟中國貿易是第一名 現在已經撤退 現在已經變成跟美國第一名了 同樣中國是進口很多 台灣的高階的這些晶片產品 所以是中國需要台灣 並不是說我們跟中國沒有貿易 然後就會被它吃掉 或者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要把這個內容講清楚 是 用口你剛才講 那個是你講晶片這種東西 因為我以前在台積電 這也是算貨的一部分 對 我現在講一些服貿 我很快講講一個重點就好了 十年後其實整個時工背景是不一樣的 如果現在真的要跟中國大陸重談服貿的話 我們的政府也是可以由我們自己的底線 哪些項目可以來 你可以來的項目 我們可以設什麼樣的限制 多少人來 過去是六百萬 剛才洪路委員講得很清楚 十年前那時候可能說六百萬 你可以有多少的這個人 可以過來這邊做服務 這個本來在我們現在的政府 他可以自己設定嘛 所以不是說我們跟大陸談服貿 我們就完全舉牌齊 說大陸你要怎麼樣 我就怎麼樣 不是這樣嘛 所以我跟你講 一句話 其實我們是要檢驗 柯文哲這個人 是 我們最主要檢驗這個人的 他的人格特質 他實在很會說謊 他要說清楚啦 他要說清楚 說清楚是一回事 他說謊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連說謊都要解釋清楚 他說謊是更嚴重的事情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當然第一次上我們節目 我們的三田 有沒有看過這麼會說謊的 真的還沒有看過這麼會說謊的人 他可以標準的說一句說 今天三田 抱歉 大家真的抱歉 真的是完全是一位非常 不負責任的政治人物 虧當時候 我還記得當時候 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我還在立法院裡面當助理 那想到那24天 因為當時在那邊參與 這個太陽花學運的人 都是非常愛台灣 珍惜台灣的朋友 是珍惜好不容易拼出來的這樣子的經濟環境 我們有這些高標準的服務 還有自傲的民主 反黑箱也反服貌 這兩項都是有可能會摧毀 台灣民主成就的壞事 所以大家才會集中火力 奮力一搏 一定要來好好發聲 那今天柯文哲呢 今天柯文哲做什麼事情 他今天完全有一個不負責任的態度 他簡單講嘛 就是一個雙面人啊 迴力標就永遠是打在自己的身上啊 經不起檢驗 每次喔 我發現很多朋友都在討論 每次他只要眷戀什麼位子的時候 他就會迎合對他有利的論述 對他有幫助的論述 可以完全背棄自己的立場 這台語叫什麼你知道嗎 吃白 挖白 吃母 挖母 見人就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這就是柯文哲 這個就是柯文哲 完全不敢相信耶 連很多年輕朋友 本來想說都要投給他的人 都覺得他這樣講話很誇張 他怎麼會失憶的 就像用狗講的啊 智商這麼高 對不對 你今天怎麼可能會失憶呢 好